那個時候都搖搖晃晃 新北亞東醫院確診者 轉送台中榮總 護理人員將病患推進急診室 沒想到下一秒自己卻貪圓陡地 一旁醫護人員嚇得甘心 把人推上輪椅 他們從台北要長途發生 當然受不了 原來他們穿著層層隔離 已長達兩個小時 救護車上又規定不能開冷氣 出現熱衰解脫水 一開始司機先昏倒 接著隨行護理人員也倒下 雙雙送急診搶救 救護車司機跟就是這位護理人員 他們都出現這個發高潮的情況 就是體溫都大概超過39度以上 那心跳也都140級 然後全身就是很多都濕透了 然後就是虛脫這樣子 救人的自己先累到疫情持續惡化 護理人員負擔加重 每天都得穿上防護衣 戴上N95口罩 第一層兔包包裝 接著兩層手套教套 最後防水隔離衣 碰上炎熱天氣在外知情 根本苦不堪言 脫下隔離衣上半身像是泡過水 濕大大都是汗 和下半身的衣服顏色差很大 有時沒有補充好水分就會中暑 大概會有30小時在外面工作 其實天氣熱的話 真的裡面全身都是汗 如果真不需要的話 其實我覺得OK 不會辛苦 強忍著身體不適護理人員 站在第一線對抗疫情 守護全民健康讓人勤佩 記者廉價姓謝雲甄 台中採訪報導 超級禁止的衣服 女性在後面工作 屍體不 Québec 偶然跑過水分 這裏的衣服 列入造型